今日TikTok開始流行一種很誇張的挑戰 叫做瞌睡肌肉 就是拿這個感冒糖漿去煎雞胸肉 然後把雞胸肉吃掉 在美國 FDA 立馬提出警告 這樣的挑戰非常會有害於我們身體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煎的過程中 這個藥物的成分便能蒸起 吸入你的肺部 會造成這個急性肺損傷 甚至慢性會造成一些肺纖維化的病變 再來感冒糖漿有三大成分 第一個成分是 Acetaminophen 這個止痛退症的成分 不用過量會造成這個傷肝爆肝非常的可怕 第二大成分是所謂的Dectra Mephofen 這個止咳的成分 這個成分如果吃太多 會開始造成呼吸的抑制 肺力的呼吸也蠻可怕的 第三大成分叫做Docelamin 這個第一代抗主酸 這個第一代抗主酸吃太多 開始非常的失睡意識不清 這個口肝舌燥一樣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大家兼肌羞肉還是用橄欖油就好 不要用感冒糖漿啦